我是曉曉,我是陳俊宇 今天我要來大家來看一下這個曼鼓 當地很有名的俗稱的一個佛牌逼發街 這佛牌逼發街呢 就是我們華人所常說的所謂的假牌街市場 那在於現在佛牌那麼盛行的今天 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佛牌市場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那為什麼很多市場的牌的後緣 有些人會覺得很貴,有些人賣得很便宜 當然會跟甲並沒有一定的城鎮病 但是也許今天來大家來看看 大家會有更多的啟發 那這個行為並沒有去要揭穿任何誰家的東西 但是如果不小心有打到你的財路 先跟你說一聲不好意思的 好不好,那今天大家來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當地的市場市集的入口 其實入口就是在這麼簡單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就是他們所屬的所謂的批發街入口 那接下來我來帶大家 來看一下這個入口的東西 這些東西看到的東西就是你看見 就是很多都是一些 所屬的路邊貨 這看起來很像是台灣常在賣的龍波瑞的手繩 然後大量的這些這些批發街的東西 大家要來瞧瞧這個批發街到底都在賣什麼東西呢 這些應該就是他們常說的什麼老牌系列 然後他們俗稱的 他們有些人說當地說這個有出廟殼的就不會是有問題的牌 那今天也帶大家來看一下 放大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牌啊 它這個牌啊 韓客才30塊真的是超便宜 然後因為當地的店家會不給我拍照 因為我是偷拍的 所以只能夠有些東西就是只可以放在地面下 基本上啊 台灣很多看見的東西 我就常跟人家說你要多看多挑 要不然你就是會 那有很有趣的東西 這是應該就是他們俗稱的什麼黃飾版的東西 哇真的很多很漂亮 這是磁鐵耶 它會吸在一起 好特別喔 它是磁鐵 它是磁鐵 它有磁力耶 好神奇喔 這些就是他們常出生的老牌系列 你看那個市場 這邊有包好防水車60塊 這邊還有很多東西 有種市場 我們都要吃東西 我們看的喔 可是很熟了 我們都要吃它 而且我們只能吃 happened 跟我們都要吃東西 好好吃 拿去吃東西 有些好多了 你不想看嗎? 不想看嗎? 不想看嗎? 我拉!我拉! 等一下 好我們現在看見的這一批就是COBE版的艾凱鉛筒 那看見這麼多的艾凱鉛筒 真的是希望不會很快就在台灣看到他 那因為我一隻手要拍攝 又不能光明正大的拍 所以有一點就是 假裝我在用電話稍微借個鏡頭拍給大家看一下 那大家看一下 其實這批牌真的都很漂亮 我就說現在越防越美麗 其實我都懷疑應該是同的工廠模 然後你看這個桃月樹彎真的好漂亮喔 但是你問他是哪個師傅 他們基本上都講不出雖然來 然後這是台灣人最愛的狐仙系列 就這樣放在旁邊 要多少有多少 然後小叮噹最近也吵沸沸揚揚的 在這個工廠腳排街附近也都有看到了 這個打顧啊 我問他他也不知道誰加的 但是我相信這麼漂亮的應該有人會講 然後這個狐仙回去只要說是阿戰圈阿戰X阿戰貓阿戰狗的 就賣得下下叫了 台灣就是這麼樸實美好 哈哈哈哈 這是阿戰多爾牌 哇他後面的料其實還蠻不怎麼優的 看起來還蠻假的 然後看到這是天官赤福 這個之前台灣很夯啊 現在比較退燒了 但是如大家看見真的是都做得很漂亮 這是蝶王古巴吉斯娜的蜘蛛的浮管圈圈 然後這是 呃對他這邊必須要說這是蝶王系列 但是 呃因為我在假牌街啦 阿所以這邊應該都是A貨或是工廠貨啦 但是真的很漂亮 你看一下這個蝶牌 真的很漂亮 你單純看照片我絕對分不出來是真假 但是因為他的香味不對 然後這個是他們印度教的這個牌 他們的香味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常常去蝶王廟 他的香味是不對的 但是 真的是一假亂真真的 這個一樣 他的香味一樣是不對的 聞起來沒有蝶王廟那麼柔順 然後你們看一下這些東西 真的好漂亮喔 真的 你單純憑照片 我絕對沒辦法告訴你他是真或是假 所以很多人常常問我說 老師這東西對不對 對我都可以跟你說你自己要多做功課 這也是蝶王的手繩 嗯 真的很漂亮 然後 這是市面上常看見的啦 我不知道到底是哪個師傅做的 但是因為就是他也是個模子 很常出現的 阿這個我知道有些人會說他是Galong的 Galong的Copy品還蠻多的 對啊 他們的牌其實真的很漂亮 還是一句話 要不是我在所謂的假牌街 幫我都覺得這些東西 這麼這麼漂亮 又是一堆龍柏瑞 你看又是狐仙系列的 這我也不知道是哪個師傅的 但是 就像我說的阿 回去就灌個阿媽狗 然後老虎 這應該是仿龍柏本的 欸 後面還有一個皮跟老虎 然後 你看 哇 這真的好漂亮 二格峰 然後 哇 又是一個龍柏本 它真的是越防越漂亮 而且這陶瓷麵好漂亮喔 哇 這是俗稱的 賈杜康的 紅太陽 這一顆 不知道一百塊兩百塊一整包 所以我就說買這個的 真的自己要多加小心 阿自己要做好功課 阿不然買了之後 沒有人救得了你 然後 又找到了下一堆 就是門門的 不指引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好像都特別喜歡 那些都會有 去 到時候都會 就是他們排街的尾巴了 那因為拍攝過程中 十個店家 九個都不准我拍 他們就是 可能怕影響到他們生意吧 那一樣 待會回去做個簡單解決 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就是這樣 排街回來 他們當地人真的很不友善 這讓我想起來 以前大概在七八年前 剛跑廟的時候 其實他們沒有那麼不友善 因為那時候 佛牌沒那麼盛行 沒有什麼太多人在意 假牌的問題 因為就佛牌批發街嘛 就是一些和尚 買來回去送信徒的 但是因為隨著這個市場 越來越蓬勃發展 假牌利益越來越大 他們現在大概也知道說 自己賣的是假牌 以前 基本上一直到現在 我們就問他說 你這佛牌是真的假的 他都會告訴你 這不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通常騙人 都是外國人 但是現在他們知道 很多人會買回去 當真的賣 那因為市場越來越發達了 像我以前都怎麼看真假牌 其實只要有師父親科金文 大多數都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敢課金文 但是直到有一天 我到了獎牌接的時候 看見有裡面的工作人員 自己拿掉蝸筆在課金文 那時候我就再也不相信這件事情了 但是也隨著人心 隨著金錢就會發展 那我只可以跟大家講說 如果要辨識真假 就是你不會看牌 那你要學會看人 找你信任店家 像我們家自己本身是 龍浦靈雅師公 魅魯是 龍浦古巴湯慕尼 然後古巴潘 以及阿戰神力 阿戰搭 這些師父都是跟我們合作的師父 所以我們家會有 很棒的一個售後服務 所以你們的佛牌有任何問題 甚至於我們的店家 也是政府立案的 我們有銀燈 也有協會的證照 為什麼 這些都為了保障 讓每個消費者更加的安心 那如果你今天都是找一些 跑單幫阿 當然不是說他們不好 是當他們如果有一天 告訴你說 他不做了 因為其實在業界裡面 排量現在真的很多 我猜應該少說有個三四百個吧 但是很多其實都做三個月五個月 那有一些客戶來就跟我說 老師那我之前買的佛牌 怎麼處理 我就說找原店家阿 你要去找你的這個售後服務阿 不可能找老師幫別的店家做售後服務嗎 他跟我說對方已經消失了 或是說他已經不做佛牌了 因為他當初可能是皮來賣 或是幹嘛 那介於老師就會看到這個亂象 所以特別拍了這支影片 希望大家看清楚 你要去找你相信的 你實體店家的 那最好是在業界做可能有個五六年以上的 因為我自己就遇到很多的客戶案例 他就是這樣子 因為原本的牌商不見了 不見了 或是說他本身這個一個做不久 然後或是說他有佛牌有什麼問題 像我們每一段時間就會請師傅來台灣 去幫客戶做消災解餓 以及售後服務的動作 但是有一些店家是沒有的 像我們自己本身像 不管是龍波古巴湯木尼 或是美如喜帕金尼 或是龍波林亞施工 這些我們是全台灣唯一 可以在台灣做售後服務的店家 那當然你們也可以去慎選 你們相信的店家 好不好 因為現在真假牌真的太難辨識了 就如你們看見的一樣 這些東西真的放在那邊 除非你是一個像我們這樣 接觸可能很久的人 不然相信我 你一定沒有辦法發現 那希望大家 能夠多了解一下 你平常在拜佛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 買到你喜歡的佛牌 然後如果萬不幸 你買了佛牌 可能很雷頭或幹嘛 那你可以請原店家告訴你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